今天頭條焦點帶來看這件事件 真的是好危險 有人開車在路上 竟然會被雷射光照射到眼睛 這是一名男子 他們開車行進水源快速道路的時候 後方的首旅車 這個前錯 竟然朝他的車子 射出了一道綠色的雷射光 好 那麼這雷射光 會打在他的前面挡風玻璃 那麼就會造成反射射到他的眼睛 當下他眼睛是真的是受不了 也沒有辦法看路 而且眼睛異常的疼痛 於是趕緊忍著痛 下了快速道路就醫 好 立刻注意之後 就發現他的眼睛 因為雷射光的照射已經發炎了 到底這個雷射筆要怎麼來使用呢 事實上是有規定的 首先是不可以直射眼睛的 因為如果直射眼睛的話 很有可能會造成白內障 甚至是視網膜脫落 還有黃板點水腫等等的症狀 另外也不可以指向這種 會反光的金屬或是玻璃表面 還有也不可以照射移動當中的交通工具 那麼警方現在也針對這起事件 依照這個個案調查 如果違規屬實的話 依法是可以調扣這個牌照六個月 而且處最高2.4萬元的罰環 另外醫生也說了 只要被這個雷射光照到眼睛數十秒 就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視力傷害 好好開車在路上 快到扎到口石 後方修旅車卻突然閃了綠色強光 慢動作仔細一看 原來對方是拿雷射筆朝車子 後方的擋方玻璃射過來 強光導致駕駛眼睛根本張不開 無法直視眼前道路 只好一路忍痛 下交流道看醫生 才發現眼睛已經發炎 眼睛到現在都還沒好 必須一直點飲藥水 崔先生日前開車 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 卻疑似因為超車被射雷射光 影片PO上網 不少民眾都說 這根本是恐怖分子 太惡劣了吧 他事後也向警方檢舉報案 其實用雷射光照移動中的交通工具 可能造成駕駛人閃光芒而發生車禍 其中光束顏色以藍紫光風險最高 功率只要大於五百毫瓦 就有可能造成火災和灼傷 但市面上賣的雷射比 人人都能買 但有些甚至高達五萬毫瓦 讓不少人直呼政府要修法正式問題 俗信智慧駕駛沒有受到重傷 若遇到相似狀況 民眾也可以先閃雙黃燈 提醒後方車輛以免發生意外 新聞報導梁洪志 台北新北綜合報導